給大家說一個那個吧 我覺得我自己做的有點過分 哎不是過分就是很過分 其實前幾天我們兩個 可以說 什麼東西 聽不到 可以說嗎 可以啊 就是前幾天 我想了一下是因為什麼事情 因為半夜四點鐘你要弄我 等一下 要說就說出來等什麼等一下 萬一四五點鐘 第二天早上八點半的可非要弄我 我說不 這件事情是我錯了就是我錯了這件事情是 然後我還我還很過分的 把很過分的直接跑到車上睡了一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直接跑到車裡去睡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是不是我第二天早上給你發消息 對 我聽到半夜有人出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還故意把我的定位關了 我說我回中江去了 然後氣熊風的他他就一直在床邊拿我然後我還是走了 在車裡睡了一晚上 在樓下嗎 對啊 然後我反思了一晚上 我第一次拉住了 上來躺著睡下了 不知道怎麼了又生氣了 然後把我弄生氣了 我讓他趕緊滾 我弄生氣了我讓他趕緊滾 走了 所以你八點早上八點的鐘給我打電話 在車上睡的死死的 別人那個阿姨對在敲我的車窗裡 我今天裡面怎麼了 那個阿姨在那個裡面敲我的車窗 然後他說 啊小伙子醒醒醒 他敲了敲了敲了 然後然後 然後戴著那個眼罩 然後我去看一看 哦你的睡覺也是我以為你怎麼了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 這件事情做過分了 我覺得沒有照顧好你的情緒 你今天晚上還聽到聲音了 我第二天早上才給他發消息 其實我們 私下也會有這種 對 就是情緒突然不好的時候 這件事情是我做錯 就是這種過分 然後在早上八點鐘 還給我打電話給我連打了好多個電話 然後結果我中午 就是我睡到可能 十一、二點在車上 然後正好想去門口 有一家麵館 就在那裡去吃麵 然後小野姬 朋友小野姬就給我打視頻 他也以為我回中江 結果我打了個視頻 看了我在家吃麵 確實很過分 謝謝Miss Liu 謝謝 謝謝Miss Liu 我道歉了 這個事情我們已經過去了 對不對 應該 對 呃 對 謝謝Yosu 然後我在車裡反省了一晚上 覺得自己真的做得很過分 你確定是反省了一晚上嗎 對啊 我那中午給你打電話 我已經反省了 我真的 因為那面子過不去 我 我要覺得自己 不是 我覺得不是自己的錯 我直接開車就回中江門口 其實我知道自己就是錯的 對 不用了 我還是給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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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趟 就算了 我還是給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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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